你认为伴侣间该如何分配家务 协调家务的工作 A.更擅长做家务的人负责 B.收入更低的人负责 C.一半一半 D.根据双方空闲时间协商决定 谁想做谁做 谁愿做谁做 我们现在这个问题就是叫阿姨 那你俩以前是谁都不愿意做 我其实最初 刚开始我们俩在一块的时候 我是想一半一半 后来发现行不通 然后如果是更擅长做家务的人负责 又会感觉不平和 收入更低的人负责 其实现况我比他收入低 我负责的比较多 但是不是因为收入更低所以负责 我是A.你是更擅长做家务的人负责 如果他比你擅长呢 没有人比我更擅长 我就是真心的热爱做家务 你是喜欢 我就是热爱干净 热爱整洁 一些哑猫啊 好多毛啊 地上脏的 然后那个 昨天没干完的一些吃完的水果啊 什么没收拾起来 收拾 然后看到衣服多了乱了 就叠叠收拾 他那个我们家那一跪一架 现在是有时候他跟阿姨一起弄 而以前都是我给他叠的 我只要看着他干我肯定不会让他干的 嗯 宠妻狂魔 没有就是反正也喜欢这件事也喜欢干净 也受不了脏所以就总是弄 那他能感受到你在干吗 感受不到 能感受到 只不过嘴上不承认 感受不到 我我觉得 嗯 姐夫说的对 他可能只是嘴上不愿意承认 心里明白着呢 不知道 是吧 我其实更倾向你要让我选 我觉得收入更低的人应该负责大部分 就是他是一个家庭分工 如果你在物质上面跟收入上面没有那么多 那你可能再回归家庭多做一点 我是这么想的 你知道吗 这就是女强人的难处 这句话你还说不出口 对 实际上你说不出口 或者说你多做 你内外都包了 但你又委屈 我真的不好意思跟张硕开这个口 我觉得 比如说如果我觉得他不伤心 不怎么样 没有担当之类的 我说不出来这个口 你跟张硕要发展的不好 就是我能解脱这一步